他是地球上最另类的魔法师 魔法技能一个不会 可他的力量却达到毁天灭地 千万吨的杠铃在他的手里比羽毛还要轻 魔法警察找他的麻烦 整出了魔鬼核弹轰他 少年随手一拍 竟然就会拍到千里之外 见他力大无穷 村民送他去魔法学院深造 入学的第一天 他直接在操场上 抛举杠铃十万次 金德老师目瞪口呆 入学考试 三千学生各领一张试卷 只有将上面乱动的文字排列整齐 才能通过考试 少年丝毫不慌 就见他直接凝断了 派合青的魔法笔 吓得魔法文字立刻停止 就这样他成为剑教以来 最夸教试卷的考生 全校试生大为震撼 少年的故事何以全超人 其余老师有一笔 这个少年叫马修 他所在的世界以魔法为主导 魔法能力越强的人 越能受到世人的敬仰 相反 魔法能力越弱 就会被所有人冷落 要是压根不会魔法 就会被处决 很不幸 马修就是其中的一员 幸运的是 他只有被养父雷骨落 带到人烟稀少的地方生活 从未被人发现 他不会魔法 为了让他拥有自保的能力 养父安排他去锻炼筋骨 八千万吨重的杠铃 他每天举三万次 松楚看了都直呼 其余在世 这天养父正在家里品茶 突然房门一阵聚颤 接着就被炸飞 养父痛心不已 这是第九十九次了 他见马修 扛着门走进来 他不知道该推呢 还是该拉呢 养父差点就被他气走 接下来会发生啥事 我自来讲讲吧 好的 马修赶紧去修门 扛着门板就是一顿光光 三秒不到 门板就被他砸成稀烂 养父痛心疾首 方向反了呀 养父只好去城镇买新门 临走前叮嘱马修别乱跑 然而 等他离开 马修穿上风衣直奔城镇 他用兜帽遮住面孔 去小卖部买泡芙 因为太过激动 抓在手里的钢棒 居然被他捏成了麻花状 厨师大为震撼 小伙子 你这麒麟臂够猛啊 马修捏住钢棒 轻轻一掰 竟然就给掰回原状 厨师惊呼 老夫真是开了眼了 就在这时 刮起一阵邪风 马修的兜帽被掀起 所有人立刻围过来 全都惊恐地看着他 因为他的脸上 没有魔法印记 在这个世界里 只要你会一丢丢的魔法 脸上就会出现线纹 这个就是印记 印记越多 代表魔力越强 一般人只有一条 马修立即回家 可不能给养父惹事 结果 走半道上 就被魔法警察 布拉德拦住 马修不仅不慌 反而品尝其美味泡芙 布拉德顿时火冒三丈 关键时刻 养父出现 他扛起马修 光速逃离城镇 布拉德感觉受到了蔑视 愤怒之下掏出魔法棒 召唤出寻手鸟 去追踪马修的藏身处 马修回到家里 遭到养父痛斥 还被惩罚去举杠铃十万次 马修正要推门而出 养父意识到什么 光速冲过去 为马修打开门 马修走后 养父长舒一口气 总算保住刚修好的门了 然而 在窗外 寻手鸟已经追踪过来 下一秒 房子就被炸开 布拉德带小弟闯进来 他用魔法环 勒住养父的脖子 将养父悬掉在半空 逼迫养父交出马修 养父表示 我是哑巴 什么都不知道 布拉德将养父摔地上 拿魔法球 炸养父的心脏 养父仍然一个字都不肯说 布拉德又对养父拳打脚踢 养父竭力大喊 布拉德彻底失去耐心 他举起魔法棒 要对养父下死手 危急关头 马修破门而入 一记铁拳 就将NPC捶出太阳系 布拉德直接傻眼 马修闪亮登场 胖虎要揍马修 马修揪住他警服 直接撕成坦胸鹿乳装 接着 体长出击 狂扇胖虎三千耳光 随后 一记霹雳神掌 抱锤胖虎脸蛋 胖虎倒地不起 养父命令马修快逃 马修一口回绝 你是我唯一的家人 从今天起 这个家就由我来守护 马修冲布拉德 竖起友好交流手势 布拉德发出嘲笑 你不就是利器大典吗 看我一会怎么收拾你 胖虎士气大振 布拉德先生认真起来了 他以前可是魔法局的警卫 战力相当高 马修你完蛋了 魔法局是国家最高的法定机构 聚集着全世界最强大的魔法使 布拉德声称 三秒就能干掉马修 只见他汇聚起魔力 胖虎大喜 此招曾秒杀过地狱恶龙 想不到今天能亲眼目睹 布拉德振臂一挥 释放出炫彩魔法弹 马修居然躲都不躲 地空大爆炸后 马修竟然毫发无伤地立在原地 布拉德简直不感兴 他清楚地看到 马修刚才小手一拍 就将魔法弹给拍吸碎 布拉德气得挥起魔法棒 聚集起全部的魔力 胖虎大惊 不好 布拉德想毁灭整个城镇 就见布拉德 放出揪击大招 奸心弹 奸心弹冲到马修眼前 布拉德自认为这波稳赢 然而 马修抬手一锤 奸心弹瞬间飞出房外 乍想在十里之外 布拉德又放出蔑视弹 马修两手一键 同时 下弯膝盖底消掉冲击力 化解这波攻击 布拉德气炸了 怒射好几发魔法球 没料到 马修直接拿来当转球丸 甚至绕着胖虎展示下球技 布拉德恨得只咬牙 就在此时 马修捡起胖虎的魔法棒 布拉德吓得赶紧照出弊盾 没想到 马修往后一退 做出投掷的姿势 紧接着 全力扔出魔法棒 魔法棒击穿弊盾 瞬间刺裂铁墙 同时 刮破布拉德的小脸蛋 布拉德瘫坐在地上 他还是第一次见识到 魔法棒还能这么用 马修发出警告 下次再敢伤害我的家人 我绝饶不了你 养父感动不已 我儿也太强了 突然 布拉德狂笑起来 想不到这里藏着个绝世高手 马修 你我做个交易吧 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 我就放过你们 布拉斯表示 国家每年都会从魔法学校 选出一名最优秀的学生 作为神选之源 让所有人崇拜 这便是神觉者 只要你被伊斯顿魔法学校录取 并成为神觉者 就能升格成贵族阶级 不仅能获得大量财富 还有资格去魔法局任职 当你成为神觉者后 你手中的权利和财富都归我 这样 我就放过你和你的家人 马修当即同意 三天后 他就被布拉德送去伊斯顿 参加入学考试 本届考生共有三千人 主考官鲁奇 在办公室暗中观察所有人 发现一多半的考生 都出生于名门望族 看着看着 他就听到哐哐哐的响 随即就看到 马修在操场上疯狂举杠铃 鲁奇有点懵 这话疯不对啊 他以为眼花了 柔柔眼在细看 好家伙 马修竟然边练深蹲 边看健身宝典 甚至还吃起了泡芙 而养父和布拉德 拿根树枝杵在那假扮树 鲁奇180的智商实在想不明白 这三人在干嘛 养父有点不安 毕竟马修一点魔法都不会啊 布拉德让养父放心 他在马修脸上画下假印记 没人能发现 很快 鲁奇转移到主席台 宣告考试正式开始 众人大惊 魔法使战力榜中 鲁奇可是排第七 今天可算见到了活人 鲁奇沉浸在众人的赞美声中 马修表示 你干嘛非要从火焰中登场呢 不会感觉很热吗 鲁奇心里咒骂 你这杠铃小子 我绝不会让你进入伊斯顿 鲁奇举起魔法棒 操场上顿时惊献豪华作业 试卷接着从天而降 整齐落到桌上 考生就做后 第一颗就开考 考生需要在三十分钟内 将乱动的魔法文字排列整齐 鲁奇窃喜 伊斯顿的合格率只有百分之三 马修肯定通不过 然而 马修直接拧断与毛病 魔法文字下得立马圆低利症 马修第一个胶卷 鲁奇难以置信 距离开考一分钟都不到 这家伙不会作弊了吧 结果第二颗 马修上演空服百吨大铁石 惊得众人直呼牛掰 事实上 是他偷偷抓起来的 第三颗 马修更是当众表演水上千里飘 全校师生全看蒙圈 这孩子是何方神圣啊 但鲁奇不服气 他坚决不乐意让马修通过考试 于是 他临时加了一颗 竟然凭空在操场上 变出个巨型迷宫 迷宫里面暗藏各种陷阱 谁能在三十分钟内出来 谁就能通过终极考试 正式进入伊斯顿 马修表示 这太简单了 正想动手垂墙时 突然 冒出个卡哇伊的小女生 想跟随马修一块走 马修是撞上桃花运了吗 我们下期接着讲 本片叫做 布里魔法石马修 这是第一集 本期问题 大家喜欢看这部动漫吗 喜欢的抠三个六 人多咱们就继续做 好了 本期内容叫着了 这是波罗新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关注订阅哦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